大家好,我是Stan TWICE Chayang和歌手Chayangty承认恋爱了 4月5号凌晨,韩国媒体Sway突然报道了TWICE Chayang和Chayangty的恋爱消息 并表示,Chayang透过一位熟人介绍后初次见面 从朋友关系发展成恋人,目前已经交往6个月了 Chayangty完全符合Chayang的理想心 Chayang喜欢瘦弱且有艺术家气质的男性 他和Chayangty经常在汉南东等地约会,不隐藏他们的爱情 两人的一位熟人对媒体表示 Chayang和Chayangty从前辈和后辈的关系发展成恋人 由于两个人都不是隐藏的性格 所以他们的周边朋友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交往情况 在这个爆料几小时后,双方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两个人彼此抱有好感并在交往,他们彼此因缘着对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我喜欢Chayangty,但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组合,太让人惊讶了 Chayang喜欢就好,Chayangty也没有引起过任何问题或有不偶的传闻 我支持他们,作为长期的粉丝 感谢这段时间你的辛苦 现在只希望成员们幸福 相信他们所遇到的人都是好人 但我内心还是希望 他们能遇到年龄相仿的朋友 哎,无论如何,希望你们幸福 思维到底是什么地方?最近的恋爱传闻都是这里爆料的 是第二个D社吗?为什么从上次开始一直是在晚上或凌晨爆出来? 是故意要让人无法对应吗? 一人的恋爱绯闻,一年爆出一两个才有趣 这几个月爆出了 1517万2828个,让人感到疲惫 只想说,嗯,祝你们幸福,好好生活吧 我比起恋爱传闻,更惊讶于Chayang还只是24岁 他以Twice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竟然还比我年轻,真是让人羡慕 这是每周都会有恋爱传闻要出现的意思吗? 到了这个地步,比起恋爱 我更好奇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的爆料? 所以对于TwiceChayang的恋爱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休息是 从太阳系外航性Exo星球来的超能力者Exo 寻找内心宝藏的一体解 现实中有我,而在虚拟世界中 以我的信息为时并成长的虚拟成员存在的Expo 捕捉噩梦的梦之精灵Dreamcatcher 成员们各自拥有不同染色体的新人类 记录《寿年们成长故事》的《庞探索娘丹》 从三大爱豆开始流行的爱豆世界观 渐渐从KPOP圈消失了 根据一则报道表示 最初将世界观概念展现出来的SN娱乐 最先放弃了世界观 从去年推出的男团来一集开始 就没有任何世界观的故事 该报道指出 目前为止,男团是通过核心粉丝群体来实现成长 但随着KPOP在全球舞台的扩张 以及TikTok等短影片成为主流 需要换一种新的策略来实现大众传播 EXO的世界观从2012年至今一直延续 我非常喜欢 无论是作为团体、小分队还是个人活动 都能贯彻这一点 真是好喜欢 这也许是只有爱豆才能享有的特权 所以我非常支持 无论是庞探索娘的还是ATG 他们的音乐既是关于自己的故事 也是关于我们的故事 很现实且容易引起共鸣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当时收到更多欢迎的原因 如果不是粉丝老实说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又很难听懂 最近一听音乐成为主流的时期 应该是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在世界观这地方白花钱吧 爱豆团体的世界观概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